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眼笑的抱起滚滚说道 小家伙又中了 对了东华 看到滚滚我倒想起了几件事情 东华帝君问道 是什么事情 玉西说道 第一是婉姐姐 我几天不见婉姐姐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她肚子里的小宝宝有没有很挠腾她 第二是姑姑 我记得我生产后你都不让我下床 姑姑连生了个女儿你都不让我去 我想去看看姑姑和我的小侄女 最后就是青秋的政务 这一直是我司书代理的 我也很久没有回青秋了 想回去和司书交接一下政务 履行自己青秋女君的职责 至于凤灵幻境 我倒不是很担心 我早在太成功的淡雪阁 设下了一道空间连接门 紫兰时长也回去看了看紫妮们的情况 一切都十分的正常 东华帝君伸手刮了刮玉西的鼻梁 宠妮的笑道 好 我会安排众灵准备一下 等明天处理完积衡的事情后 我陪你去看看你姑姑 然后我们就会青秋住一段时间 等长衣醒了我们再回来一趟 玉西点了点头 对怀中的滚滚说道 滚滚 我们明天就可以看到你的小姨了 滚滚眨了眨眼睛 重复道 小姨 玉西看了看日鬼 发现现在已经是晚上 问道 东华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我立刻就去做膳食 你先跟滚滚玩一会吧 而玉西怀中的滚滚 似乎听懂了玉西说的话 向站着玉西身边的东华帝君伸手道 父君 抱抱 东华伸手接过了玉西怀中的滚滚动弄着 玉西则脚步一转走向厨房 东华帝君换来了崇林仙冠 细细地吩咐了他一番 崇林仙冠领命后 立刻就下去准备了 而帝君则抱着滚滚走向了大殿 玉西刚刚进入膳房 正在清理厨房的仙俄行李道 奴婢见过帝后娘娘 玉西挥手示意 仙俄免礼说道 都退下吧 今日的膳食由本帝后负责 仙俄说道 是 帝后娘娘 随后便一眼退下了 玉西看了看膳房备好的食材后 便心里有了伎俩 随后便开始熟练地挥舞着手中的菜刀 开始做起了膳食 玉西怕冬华和滚滚久等了 所以手上的动作很快 一炷香的时间不到玉西 便做好了四菜一汤 还配了佛林花糕和无忧糕两样点心 等玉西做好饭菜后 放入托盘端入大殿就看见 从前专注一去 远离繁俗的冬华帝君 正在哄着滚滚 滚滚不哭不闹 伸着小胖手拽着冬华胸前的白发 虽说滚滚已经满周岁了 但是毕竟还是小孩子 手还不会控制力度 东华帝君虽然感受到疼痛 但是面容却毫无变化 依旧是带着暖暖的笑意 还拿起另一缕头发兜着滚滚 玉西将托盘放在桌上 走到东华身边 把她的头发解救出来 将滚滚抱在怀里说道 好了 吃饭了 玉西抱看滚滚坐到了桌旁 东华也默默地跟上 玉西端起一碗温热的蔬菜粥 一勺一勺的喂给滚滚 滚滚喝了一口后 那渴望的神情表示着她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东华也拿起碗筷开始吃饭 只不过看到滚滚神情有些惊奇 东华问道 希儿 到底是怎么练就出这么好的手艺的 我记得不管是在日月山谷 还是碧海苍林 包括在天外天 甚至到太成功 你的手艺一直都很出众 玉西笑了笑说道 其实原本是不喜欢做菜的 但是到了日月山谷的时候 我不管怎么修炼都一直没有飞升上神 闲来无事就喜欢研究厨艺 慢慢地练就而成的 而当我语化重生了之后 脑海里虽然不记得了 但是身体肯定还带有一定的记忆 所以这手艺一直跟随着我 再加上我小时候 逼和娘忙着过二人世界 就把我丢给了年少的姑姑 而我姑姑的厨艺还真是一言难尽啊 玉西想起小时候吃到的白浅的拿手菜 恐惧地摇摇头 滚滚将整碗的粥喝完就不再喝了 翻滚着要下地 玉西只好将它放在地上 没想到滚滚竟然静止地向东华跑去 抓着东华的长袍伸手要抱抱 东华轻笑一声 放下碗筷将滚滚抱在怀里 玉西笑道 看来你们父子的关系很不错呢 东华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滚滚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 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哈欠 玉西说道 滚滚应该是困了 我叫东华来带她去睡觉 你快点吃吧 明日我们还要上朝会 嗯 东华点点头 继续品尝着玉西高超的手艺 玉西换道 东华 你带地少回去睡吧 东华上前接过东华帝君怀中的滚滚 行李后便退下了 等玉西和东华吃完晚餐后 玉西换来鲜鹅收拾大店 自己和东华再度来到芬陀利廉池 见丛林仙官已经将长衣放到了冰床之上 伸手默念咒语 引出了芬陀利廉池的仙泽如入仙灵障 还加入了隐秘仙法 玉西确认仙法完全融会贯通后便向长衣的仙体昭去 长衣的仙体便消失了 玉西再度挥手散去了以己身灵力制作的冰关 和东华回华阳殿就请了 第二日一早 玉西从东华怀中醒来 见东华还在睡 便轻手轻脚的爬起来 等穿戴洗漱完后就走向膳房准备好早膳 等玉西做好早膳端入寝殿的时候 东华还没有起床 玉西放下托盘用仙法温着 靠近床榻轻轻叫道 东华 醒醒 我们今天可是要上朝会的 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 东华帝君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玉西 随即闭上眼睛说道 汐儿 现在还早 让我再睡一会 玉西见东华在赖床 继续伸手摇了摇 他说道 东华快起来吧 要是迟到了天君和这么多仙者 要怎么说你 难道要说你这昔日定先生之律法 掌六界之生死天地公主还在赖床 东华帝君侧身 手撑着头说道 汐儿 你过滤了 我可是东华帝君 对于这些天族的早会 我就从来没有准时到过 至于那些仙者 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他们可是不敢碎嘴来望一尊神的 玉西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直接说道 好了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就赶快去洗漱吧 吃完早膳也该去上早巢了 东华帝君这才发现自己被玉西使记摆了一道 只好起身洗漱更衣 坐到玉西身边用膳时 看了眼玉西的衣装说道 汐儿 你今日这身衣服有些不得体 玉西问道 怎么了 不就是一袭红衣吗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东华帝君身手换出一套华丽的紫色衣裙说道 汐儿 不要忘了你现在是东华帝后 你去把这套衣裙换上吧 这一套衣裙是我分腹之女新做的帝后的朝会服饰 对了 记得戴上梳妆台上的紫金浴冠 玉西见东华帝君一脸坚持 直接起身接过东华帝君手中的衣裙 进内饰换掉了自己身上的一袭红衣 穿上了紫衣 而东华帝君用完扇后 且靠在他上看着佛经等着玉西 当玉西走出来的时候 东华惊得连佛经掉了都不知道 只见玉西身着玉西紫色广袖雪纺纱裙 宽大的衣领与袖口 皆是金丝滚边 夜地的长袖上袖着银白色的佛灵花的花纹 胸前以同样的银白色光丝线袖着凤与花的花纹 素颜如雪 乌发如墨 一部分青丝高高挽起 输了一个简单而不是典雅的望仙记 发肩鞋插一只七色玄黄玉簪 头戴一顶紫金玉罐 还配上白色的绒羽 看上去高贵而不是雅致 美丽的刘海分开两边两边 凸显出额间娇艳欲低的凤与花胎记 剩下的青丝柔顺的披散于身后 嘴角的笑意如烟花般飘渺虚无而炫烂 东华帝君其身上前握住玉玉柔若无骨的手赞叹道 汐儿 你真漂亮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